主要是求主祢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目光真是常常放在祢身上 主要讓我們先尋求祢的喜悅 先求祢的佛和祢的義 主要我們知道我們走一切交托的主祢必成全 並且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所以我們只要單單來到祢的夜前可慕祢 可慕祢的心意在我們的生命當中等著滿足 主要我們盼望我們的禱告我們的呼求是 每天更愛祢 與過去更愛祢 主要求主祢幫助我們不失去起初愛祢的心 讓火熱的心 火熱來渴護祢的話語的心 主要幫助我們在你的話語當中 能得到一兩根心 也在你的愛 在你的恩典靈靈當中 我們的生命可以不一樣 主要求主祢用聖靈用火來猜減我們 來煉請我們 來粉燒我們 主要讓我們真的是看見 也單單的相信 主要我們已經得到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翅膀 找萬事 包括我們所遇到的困難 都是小事 主 祢要讓我們經歷在祢裡面 滿有能力 滿有勇猶的聖靈 謝謝主 聽我們在祢面前的祷告 我們一起用這首詩歌 祢主猜遣我們 煉禁我們 燃燒我們 讓我們被祢使用 請祢展示 liqu pay to vos sos 讓我充滿天上的能力 让神火烧尽且尽而思雨 因为我愿为祢去 成为我的意乡 成为我的意乡荣耀救助 让万国的荣华金斗施舍 使我勇敢的心意不畏惧 因为我愿为祢去 你很少因我先行 我只愿和祢亲意 盼万世为顺心 守顾为消失 靠地的恩典站立 你很少因我前行 我只愿和祢亲意 盼万世为顺心 守顾为消失 靠地的恩典站立 让神圣的爱勇化我 神圣的火熬炼我 神圣的使命 让我们一起领受神圣的使命 神圣的灵力 引领我 我只愿和祢亲意 盼万世为顺心 这首要打告 我只愿和祢亲意 我只愿和祢亲意 盼万世为顺心 守顾为消失 靠地的恩典站立 看万事为神心 手不为消失 靠你的恩怨 站立 就是我们每天都一旁很多人都有事情 今天也是 但是我们也常常知道 你告诉过我们所有晚期背后的面前的 绝书 现在我们所面对是今天的我 但是我们今天的我下个标杆直跑的时候 求主你让我们看得见 看得见意向 好 让我们也在祷告里面不是把空气 我们因为有意向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道路 求主你让我们的道路不要再做过宗教生活 让我们的道路是你的门土 让我们的道路是足以说拆遣我们的 是基督的清兵 因为当我们打圣战的时候 我们会脱离很多很多 你所不喜悦的那些祭拜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像个标杆直跑 因为我们唯一所卸上的祭祀 天上国度的荣耀 让我们像个标杆直跑的时候 只有一件事情 除非我们抛弃 那老我 要不然我走不动 但是世界把我们老我抓得很紧 我们老我也为了过去的成就 也抓得很紧 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把这些换送 好让我们抓到前面 向着标杆直跑道路抓得很紧 我们生命一定要有很紧迫的感觉 很清楚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因为世界虚空 直到最后才会成为空道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为 直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会说 我们做工的国效全部都在天上 我们业余这样说 所以今天我们所做工的国效 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里面 能够面对真正的自己 是属于神啊 所以说当我们学习一件事情 我们强调的或夸的 是自己的软弱 我们才抓得到耶稣基督的爱 你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祷告里面 更多来激进这一切 我们看万事都是损失 都是过去 我们才能够看耶稣基督成为自保 现在我们正在拣选 我们正在选择自己的道路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重新认识自己 谢谢祢让我们有报告的机会 因为这报告 使我在面前个人生 主啊让我们救到报告里的时候 我们运行在祢的灵当中 祢的灵力也运行在我们当中 我们重新来看见自己 重新来看自己 谢谢祢 祢应该在祢的灵力也运行 甚至 lic�力也运行 好 拜拜 祢应该在祢的灵力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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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喜乐心 其實我們禱告會 常常覺得 30年來 我們曾經很精心的設計禱告會 調詩歌 然後選經文 列代導事項 然後國度的怎樣的 但是我們常覺得一件事情 就是死不上地的感覺 因為我們有很多 主啊主啊的聲音 但是我們聽不到 主對我們呼喊 我們的名字 呼喊你的名字說 來到我這裡來 各位姐妹 我們跟神說了好幾次 幾夜幾號的婚禮民修會求你眷顧 我們跟神說了好幾次 主啊哪一個延經會 請你幫助我們那次能夠順利 我們都跟神說了很多 我們很多很多計畫 我們都聽不到神在對我們說 你到我這裡來 所以當我們這些 這些年來 我們學習 沒有帶導事項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專心到神那裡去的時候 我發現 神給我們事情比我們精心設計的還清楚 然後神告訴我們就在生命裡面 到我這裡來 不要說你自己委屈 也不要說別人多壞 因為在神面前 就算你委屈 神要把你體委至高 神要在那個地方親自眷顧你 走祂的道路 在祂的道路裡面你的委屈 不足介意知道嗎 不足介意 如果你的委屈有十分的話 神帶你給你一千分 那十分怎樣 就拿掉了啦 你帶了很多零錢到神面前 神給你一千萬 你突然發現那零錢 趕快給窮人好了 趕快給別人好了 弟弟姐妹要不然你的皮夾 賺不了那麼多東西 你的皮夾賺得太多自己 就賺不了神的恩典了 弟弟姐妹 詩篇114篇 這是非常沒有名的詩篇 比較有名的詩篇是哪些 詩篇23篇 第1篇 19篇 139篇 我們教會的 我們教會的主題進入是84篇啊 你們都會背對不對 114篇誰背過啊 好弟弟姐妹我們先來看 一開始就說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離開說一言之名 我們第一個觀念請記得一起看 什麼叫離開 弟弟姐妹 這個詩歌在我們身邊是一個 我覺得 剛剛我看完非常感動 你一離開 以色列你不離開這樣 你就不會成為主的聖所跟 自己的國度 你必須要離開 你必須要離開 弟弟姐妹 當你有一個 分別 離開埃及 其實埃及是你為奴之家 我們基督徒不能做世界的努力 弟弟姐妹大部都做世界的努力 不好意思今天如果不能來的大部都是世界的努力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都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不是你不好 而是世界正在奴役我們 用不同的理由在奴役我們 包括用懶惰 用辛苦 用疲累 用重擔 在奴役我們 所以我們不能來到神面前 所以 不能來都不是壞人都是好人 但是有不同的事情讓他們 所牽連 所牽連 那弟兄姐妹今天你要離開埃及 要離開說一言之謎 一言之謎就是埃及啦 跟你不同文化 他們在這世界的 OK 當你一離開以後 主的聖手就出現了 主的聖手就出現 你出埃及 這就成為耶和華的軍隊 你不出埃及 永遠都是埃及奴役的地方 永遠只能說一群以色人住在各三地而已 但是你一離開埃及 那一天成為耶和華的軍隊 弟兄姐妹 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知道 當你願意生命分別為聖的時候 從現在開始你成為神的仆人 有沒有阿們 我們求主能夠保守 你一離開你就是他的治理國度 現在我們要思想什麼叫離開 如果你願意的話 蒼海看見就奔逃 約旦河也倒流 也就是說 你不離開 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 你一離開 紅海就為你倒流 逃走 也就是說 本來覆蓋的 你一離開埃及 紅海就為你打開了 你要走的話 約旦河也為你打開了 也倒流 然後 這句話 大山踊躍如公牛 公羊小山跳如羊羔 也就是說 前面的道路雖然有障礙 但是那些障礙變成歡迎你 變成為你鋪路的 為你歡慶了 歡慶了 所有障礙都要成為為你而高興的一個祝福 如果你不離開 這些都不會出現 然後 做事的就說 好我們來探討為什麼 紅海你那天為什麼會分開啊 約旦河你那天為什麼會倒流啊 大山啊你為什麼會跳舞高興啊 小山你為什麼會跳舞啊 弟弟姐妹 聖經說 大地啊 因為你看見 你一離開奴役之家 你才會看見主的面 但你看見主的面的時候 就是雅各的面 以色列神的面 但你看見這一切的時候 但你看見這一切的時候 一切都要震動 神要震動列國 這是我們常常唱的歌對不對 都要震動 叫磐石 變為水池 也就是說 你飢渴沒有地方的時候 摩西一吩咐 水就從磐石出來 你在你 你怎麼肯那個磐石都不會有水了 但是 你一相信神 在這條道路一吩咐 水就出來了 堅硬的石頭 那個就是讓你渴死的地方 但是那個地方變為泉源 變為泉源 你相信嗎 我們來到虎弦世界這個地方 本來是荒芜野地 而且是雜亂的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攻擊我們 笨 我們這些人 那這個地方現在變成泉源之地 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這裡 因為我們來到一個 神會帶我們到應許之地 所謂應許之地就會成為這樣自由 好 我們讀完這詩篇114篇的時候 你生命 你覺得你 進入到 你的靈修如果進入到這裡面 你要不要做一件事情 離開 離開 離開你為奴之家 是什麼在奴役你的 是什麼在捆綁你的 是什麼讓你走不開的 是我的好朋友 他們說來來來不要 我們有那麼多節目不要每天都去教會嘛 要不然就是 要賺錢 我不賺怎麼不可以呢 要不然這個事業綁住我了 要不然就是 我的 我的 男朋友女朋友 會在那個地方說 你如果去 那你就不要我了 你到底愛神啊 愛教會還是愛我 每天到這個教會 我就發現 天天都有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們怎麼來做 這分別的功課 那我們來看生命記 生命記這是我們常常所說的 按一下好了 對 日後你的兒子會問 啊弟兄姐妹 以後啦 你如果走這條道路以後你的兒子會問 什麼是神的旨意 那時候你要跟你兒子說 好弟兄姐妹 講了這一句話就表示這是標準答案 這是標準答案 神的旨意是什麼 以後你的兒子都會問你 你的果子生命的果子都會問你 你帶我們在小組 你帶我們這麼快樂的地方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到底是因為什麼 你是知道怎樣 所以帶我們到這個地方 你就要告訴你的兒子說什麼 一 我們在埃及以前是奴仆 剛才說 你就是奴仆 你沒有你自己 雖然 他供應你吃飯吃 什麼什麼 但是你沒有你自己 你沒有你自己的 權柄 那耶和華用大能手 說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就把你帶出來 就是離開 出來 然後 耶和華用很大的神機騎士 把你分別出來 把那個法老病家前家 這個最大你眼中看為最可怕的 你把神把你分別出來 從那一眼之明當中 分別出來 就是你出來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離開 走得出來你一定能夠 你一定能夠出埃及的 對方姐妹今天我們還是要說 我們太多人還住在埃及 只要你心裡面有人說 哎呀在神面前熱心 不可憐 你只要說一句不可憐 那就是你還在埃及 還在埃及 這是十分的好處 可能讓你賺錢可能讓你親情等等等等 但是當神要帶你進入應許的時候 是千萬分的祝福 你說 但是我必須要放棄那十分 各位姐妹 有一天 那千萬分的祝福要 留回到你這十分 知道嗎 如果你緊緊的抓住那十分 那十分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九分 會變成八分 隨著我們的 失智 失意 失能 全部都會變成一直沒有一直沒有 到最後尿失禁就知道 變成 連尊嚴都沒有 各位姐妹在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生命每一個人都是從陰海到 到巔峰然後再從巔峰再回到陰海 但是陰海很可愛啊 但是你老了變成什麼樣子不可愛 那時候你要怎麼辦呢 各位姐妹 尊嚴來自於什麼 不是錢喔 如果我們到一個年紀還在追逐這個那我們就是很愚昧 我求主能夠保守 我們一定會失智失能的 一定會 但是 在那個漸漸 衰殘的過程裡面 心是一天就不會 因為你的心是一天 神會使你的道路能哪是什麼 能哪是充滿祝福 你的腳步會慢 但是你心會很快 然後 那些腳步很快的會跟著你這心很快的人一起走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三點 神又呼呼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敬畏耶爾法我們神 你就會看見 你就會看見 好朋友姐妹 剛才我們所說你就會看見什麼呢 大地 一看見神 大地就完全不一樣了 好 那我們就要在這個段子所說的 剛才所說的大三小三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在這邊看 大三小三會在你面前歡喜快樂 大三小三會在你面前歡喜快樂 而這歡喜快樂 你要知道 神如果說我叫你去的地方就是應許之地 把你領出來 帶進去 這就 我叫你去的地方你一定會很痛的 保證你 你說那麼多困難 大三小三會為你開路的喔 田野樹木也會為你開路的喔 然後一切中間所有的榮耀 都要代替你一切的悲哀 都代替你一切的不足 這就是聖經裡面一直在提醒我們的 弟兄姐妹 神說 你覺得不可能 不要這樣說 因為神說我的意念怎樣 高過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 高過你的道路 不要再說那些不可能 我跟你講 一個當一個牧者最可憐就是常常說大家不以為然的話 因為神 牧者必須要說神的道路神的意念 然後 有權有勢的人會說我的道路我的意念 牧師說神的意念神的道路的時候 輸給那個 輸給那個 有權有勢的 因為 牧師說的看不見 他說的怎樣 看得見 因為有權有勢 我今天真的可以堅持 兩萬三萬五萬十萬 牧師你所說的好處 今天看不見 所以 在這世代裡面 牧師常常有猶豫症就是這樣子 我說真的喔 因為我說的沒有人相信 各位姐妹 耶穌沒有猶豫症 耶穌很清楚 但是耶穌也親自說了 在神的話裡面就 我們所傳的有誰 信呢 我給你們看見什麼 我無家型美容 沒有什麼可羨慕的 看見的人都會藐視 但是有權有勢的 今天就看得見 就今天看見 所以神就說 我的意念 高過你的意念 現在你要不要相信而已 只差你要不要相信 如果你要相信的話 在我叫你去的地方一定很痛 而且我告訴你喔 我說了就是 各位姐妹 我在事奉裡面常抓住這句話 雨雪從天上降下來 不會不會回去的 各位姐妹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下雨 下到一半 呦 蛇蛇說不是不是 回去回去 沒有喔 我下了就在地上了 而且會滋潤這土地 神說了就一定有對不對 所以我相信 神在聖經告訴我們說 求他的國和他意 你一切所需要的一定 加添給你 而且好幾倍 那我們一相信 我就相信 必然 必然 絕對不會返回 而且要成就神的心意 一定 神的話跟雨雪一樣 我的話說出來 不會突然返回 一定會 成就神所喜悅 各位姐妹 所以各位姐妹 一定要在神的道路裡面 以神的事情 為第一優先 你們要歡歡喜喜而來 平安的蒙一道 大三小三要為你歡喜快樂 好 各位姐妹 你知道 當聖經告訴我們說 滄海啊 紅海啊 為什麼倒流 為什麼趕快逃 因為你在擋路 約旦河你為什麼趕快逃 因為你在擋路 大三小三 為什麼在那邊跳來跳去 因為你在歡慶耶和華的路 那為了誰而歡喜 為了誰而逃 為了那些願意 相信神的人 如果這些人不願意離開那個維努之家 這些事情大三小三 紅海約旦河 永遠都不改變 永遠都不改變 好 所以我們會看到 不願相信人就永遠在那邊 死守著自己 愚昧的一個家園 直到 破滅根 直到 完全的虛空 那聖經在這個段就說 我雖然以艱難給你 你雖然在道路裡面有艱難 有困苦 但是如果你相信的話你一定會親眼看見的 一定會親眼看見 聖靈在那個早就有了並不是那天才有是早就有了但是 因為你不動所以他永遠不跟你鬆化 而且真的呢 如果你不願意相信雖然有義許但是永遠都不會離到你身上因為你不相信 但是你願意相信聖經說 那個老師 不會再隱藏 從今天就要站出來 姐妹 神的國民啊 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 神就 憂傷 為什麼你都不相信我 直到有人要相信的時候 神就 我不再隱藏了 我要出來 姐妹你相信嗎 我們每一個人 都在神的祝福跟驗眾裡面 但是只差你願不願相信 神的朋友 我常說過 我真的有一個優點 不是音樂不是什麼 我太清楚知道了 我的優點就是我相信神 我的能力不好 我能力 不好 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学科怎样 但是我知道 我相信是 我一相信之后我就发现 我变聪明了 我不是变聪明 是我踏的路 好像都是显出荣耀了 那我就很喜悦 那弟兄姐妹 这个很喜悦不是告诉大家 我很厉害 我只要告诉大家说 一定要跟上来 你不要不跟 因为这条路是太好了 然后我们就只好跟那些 不以为难辩论 辩到后来我们就发现 这个世界排斥先知 排斥的很厉害 排斥的很厉害 那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 你是顺服的一个人吗 如果你也相信的话 神很多事情 先从最简单的外表的自己来看 你如果相信的话 耶稣说 现在要完成耶稣的事情 你们门徒去 你一定会看见 一个人 一匹驴跟驴居子 结果他们说 哪有这种事 然后他们去 果然就看见了 必看见 然后我看见又怎样 你就跟那个人说 主要怎样 用它 那有这种事情 我说是 要做一只路 多少钱 结果他们去 说主要用它 结果他就怎样 他就给你拿去 这事情 今天你不要出去随便讲 够够够够 神要用它 他就罢了 弟兄姐妹 神在祂的道路里面不会用很贵重的东西 祂会用最微小的东西完成最大的事情 如果我们每天说主啊我们向神祷告 带领郭台铭来我们教会 你这个马太木区负责郭台铭 马可负责这个 王永寨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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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谁 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在祷告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心就错了 我们要祷告一件事情 但因为我们走在全能神的道路里面 那 那个神超越这地上一切的权贵 一切权贵 郭台铭需要神 不是神需要郭台铭知道吗 阿里巴巴需要神 我不是说那个神话故事阿里巴巴 弟兄姐妹 我们太多都去 他们的那个什么 演讲会 哇这个 哇一窝蜂了 教会的查经没什么人 因为这世界的那种技巧能力 好多人喔 那神的话 弟兄姐妹 我真的很想把这个神的话语 那么多人坐在这里 告诉他们说 我们教会多渴慕神的话 但是我相信是真的 弟兄姐妹 耶稣啊 愿意相信的时候 你相信我就让你看见 圣经说不料意思就是说什么 他想也想不到 是神安排了 但是没想到就看到 那个天使 神的使者 拿着大刀 在那边要带他们走路 我今天不是帮助你 但是我是耶和华金队的什么 元帅 就那么恰巧就一道了呢 各位姐妹 我们愿意相信的话 我们每个都会意见 结合完基督也算 就在太南圣教会里面 要做工 要做工 当神叫菲利 到宽野去的时候 我在撒玛利亚做得好好的 而且好多人信主 只因为逼迫那我怎么办 神说你到宽野去 撒玛利亚我在那边 几千人在讲 跟他们分享信息 你叫我去宽野宽野 一个人也没有 你就去就对了 结果他就去 不料就遇到谁 艾提阿婆的太监 他回起古时 从那时候 他接受了耶稣基督 然后他就 成就了非洲的宣教 第一个工作 弟兄姐妹 兄姐妹 当他 跑到看到艾提阿婆太监的时候 他正在读什么 他正在读那个 那个埃及的地图 GPS对不对 不是以赛亚书 第几章 53章 第几章姐妹 你要了解 要了解 因为他的意志 因为他的边伤 因为他的压伤 你得到什么 意志 你得到平安 第几章姐妹 我们都如仰走迷 偏行几路 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就是我们耶 他读完以后 那我该怎么办 你该受洗 这里就有 就不料这个地方就刚好有水 在宽野里面那刚好就有水 神都安排好了 第几章姐妹 今天神都安排好我们 我每次都说恰巧 5点到6点就刚好没有下雨 5点到6点就刚好没有下雨 这种事情在我们里面 那么多神经你还不相信吗 你要相信 然后神 呼召摩西的时候 摩西说 我要做什么 不料就看着有荆棘 然后看到荆棘火烧起来 结果 荆棘没有被烧不了 神在那里对他说话 你如果要继续说的话 太多太多了 神啊 我看这个 不接近食物怎么吃 神一直这样子 你看见什么我就告诉你 哥里牛的故事 就发生在彼得的身上 你要看吗 圣经整本都是在告诉你 你因为相信 你就恰好会看到 神在你面前 为你所预备的 我们就说 神啊 你讲的事情都 神的事业都好大 我这小小生命 我只希望能够遇到我配偶而已 姐妹你知道路德的故事吗 他愿意相信 他就愿意 以照顾婆婆 以最单纯的心 他就 那一天恰巧就遇到谁 破阿斯 是恰巧的吗 弟兄姐妹 神知道你的需要 你愿意走神的道路 就不料你就会看见 看见 神为你所预备的 那你预备好的话 我们回到这里 以色列家 你称为以色列家但是又不像 你只是奴仆而已 但是你一离开了 这捆绑你的 捆绑你的 你就 立刻成为神的神殿 你只要一离开 你就成为神的神殿 但是你说困难重重 不要说困难重重 红海会为你开 约旦河会为你开 大山小山会为你 呈现新的道路 会 大地啊 你看见神 因为看到你主的面 就是雅各神的面 一切都要震动 一切要改变 各位姐妹求主能够保守 今天 我相信 神的日子来到了 那 这个故事我常在说 大家都能了解 当我当中叫 影响力跟态势 神在引导 我们如果专注自己的话 我们永远就是体制化的教会 你现在可能还在公园路 129号 应该还在 那时候 四周围好几个教会 太平静 民族路 我们都差不多 现在 他们还在那里 他们都没有做 不对的事情 只不过还在那里 讲的故事 讲的事情 还是一样 那我们今天讲的事情 已经不一样 今天我们 是不是我们有比 他们更多有钱人 没有 还少很多 还少很多 但是我们今天在生命前 蒙缩大的恩典 那这大的恩典 神要继续给我们 你什么时候一停止 那个恩典就成为你的生命的控告 各位姐妹 当我们看公园路129号的时候 站在公园路129号 大恩要想着 今天为什么能够到公园路129号 你如果想着最早 永乐丁 那个就是什么呢 一个宽游行 一个小小的地方 神的道路如果到 但是如果说 哇感谢的那么丰富 你一停 你就得罪神了 一样的道理 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 一停 我们就得罪神 知道吗 那我们不是要扩大 而是 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 你今天领了五千两 你就要做什么 你就要去装五千两 你一停你就得罪神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这边诉说神的荣耀 是在领受神给我们生命的使命感 但是丰富的人很难领受 比较少资源的比较好领受 为什么呢 因为零 我领受也是零 我不相信也是零 我相信也是零 倒不如怎样 相信 对不对 所以甘信主人都比较愿意热心 最难的就是像我们谈的生教会这样子 一切都丰富了 相信跟不相信 我相信 不知道会怎样 我不相信最少保有现在 还蛮丰富的 我们可以现在可以 又酝酿我们的活动酝酿我们的酝酿我们的 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要相信的话 一切以神的事情为念 弟兄姐妹五千两你会变成一万 一万的会变成十万 不是我们变而是神的国度 一直呈现神的荣耀 实现 要实现 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 那神给我们的感动 今天在安平区里面渐渐在形成 渐渐在形成 七八年前 教会已经唤弃说 跟政府 是政府 第一个 当时我最生气的就是 YAMAZO播了五百万 那 好啦为了你们教会的高兴 拨五十万给你们那个 点灯 那时候就 比来比去比来比去 从那一年开始 五十万隔一年变成二十万 你在比嘛 剩十万 然后 你要贴很多资料 不然就五万 那教会就 没钱是要怎么办 各位姐妹 当我们那时候跟他们讲说 那如果你都不要 那我们来做给你看 神给我们感动 我只知道那一年做完以后 隔一年就没有再填任何的表格了 他们来找我们 来找我们 然后每年说 因为要标案超过十万就要 就要什么 公告什么 招标 所以都十万以内 其实我们教会都没有用到任何钱 因为我们说 他问我们说主持费多少钱 演出费多少钱 听了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我们也搞不懂什么叫演出费 英文教会从来没有演出费 也没有所谓的那个 也没有所谓的 那个主持费 那最近我们唱一些歌 我们都发现那个歌 唱那一首歌你要先付出多少的版权费 对不对 我们也没有听过英文教会 所有创作都是免费的 所有编曲也都是免费的 外面编曲也是很贵的 那我们教会在这当中 要耗时想 英文教会 一切都是 为了神而百善 但是你要发现 我们有没有因为 全部免费 我们都变成穷光荡 我们都越来越丰富 有没有阿们 你们真的 真的 然后今年 以前是暑假赶快找我 现在暑假都还没到 就来找我们了 告诉我们说 因为各方面看起来 干脆全部你们来做 直接150万就给你们 那谭圣教会150万你们来做 然后你们要 你们可以为所欲为 各位姐妹 因为法母们所做的 都超乎想象 他们希望看到更多超乎想象的东西 一定要这样做 我记得 那时候在演出的时候 然后 做弄好 我就回来这边做 那旁边是中西区的区长 然后这边是文化区区长 他们就说 今年要看什么 我们好期待 各位姐妹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当世界 看到你们是英语为荣的时候 各位姐妹 神在告诉我们说大山小山都在为我们踊跃跳舞 阿们 各位姐妹 所有困难 所有钱不够 红海什么都会分开的 所以 根本就是你要不要走出来而已 你要不要相信而已 你不相信 永远都是一样体制化 你相信 这就成为神的家了 神的荣耀展权 求助我们保守 让我们在故事里面 有新的故事 我们先目着上来 时代里面我们要领受 神在我们身上的恩高跟喜乐的恩典 而这喜乐恩高恩典不是满足我们的需要 各位姐妹 真的不是满足我们需要 是神的荣耀 神荣耀 你要领受神的荣耀 你生命里面是百倍的祝福 不是你眼见的 不是你判断的 不是你判断的 我们请起立 有人告诉我过 如果我要信主 如果我要信主 那我就失去我现在的女朋友 各位姐妹 我只记得 我只记得 我们前一阵子 成功中学的同学会 其中一个起来就跟大家说 我还是要谢谢大家 30年前 因为大家劝我事情 我虽然很哭泣 但是后来 我终于发现 还好我没有娶那一个人 现在我太太太太好了 当时 我哭得死气活来了 还好你们这样劝我 现在我一看那种观景 我只能说谢谢大家 各位姐妹 这个就是 当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 大家有点哈哈大笑 但是有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很多人 就是这种观景 如果 如果我专心在神家 那我不是失去他 不是失去他 各位姐妹 聪明的人 把你眼光拉到30年后 回来看 你会发现 生命里面 很多人做很愚蠢的选择 一直以为那是好的 有一天就会是你的重担 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来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欢迎圣灵在你里面 检查你的心 我们有没有得罪神 我们有没有在道路里面失落 你可慕舍吗 各位姐妹 你愿意的话 可以来到前面来 我们在祷告里面 让我们一起敬礼 我们欢迎你来到前面来 敬礼 神说 进入隐序之地 进入隐序之地 你要走出来 你要离开 你要离开那埃及威怒之家 离开本位主义的你 离开那很多你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你 你要知道在这条道路里面 神说我今天要你不一样 你不要一天到晚 认为你自己所做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思想 来到神面前 因为以前你所做的也是神给你的 因为以前神你的丰富也是神给你的 你要记得你本来是零分 但是你今天在神面前领受这些恩典的时候 你应该要思想一件事情 不是你以为你的本位 因为你的本位也是神 但是神要你 向着标杆直跑 免得我们骄傲 我们为自己祷告 如果你站在位置上 你也可以为你的家人 为你自己 为你所爱的 或者你的小组长 你的小组员 小组员 我们请我们的部队下来 我们每次时间都很短暂 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 我们为他们祝福要很短 就是很感谢神的信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我们新 这是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我们欢迎祢在我们当中 教灌我们 从我们生命里面的主宰 求主祢圣灵充满我们 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 当我们再次带到这个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 这个教会已经亲眼看到 太多太多太多 神的恩典跟喜乐跟教灌 还有我们生命的改变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 多少多少的破口 多少的伤害在这里 但是一切整理起来 全案件是神的荣耀 是神的祝福 也是神的筛选 我们在生命里面 看到这筛选 我们就越来越觉得 生命很紧迫 好让我们一步也不能走偏 一步也不能离开 因为你告诉我们 或向左或向右 我们的老师已经在后面 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 你要走在这其中 你不能离开 你不能在这世代里面 再一次浪费 戳脱我们的时间 戳脱我们的岁月 跟我们的道路 让我们在道路里面 完完全全的下的标杆 完全的属乎神 所以说求主你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软弱 虽然我们卑微 但是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 亲眼看到 神祢怎么祝福我们 怎么恶高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荣耀 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 每一次荣耀的时候 每一次幸福的时候 每一次安全的时候 每一次安全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忘记神了 所以说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地面也知道 你每次给我们的安全 你每次给我们的平安 是叫我们更谦卑 是叫我们更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 是叫我们更多人明白 全新信靠的故事 所以说 在我们今天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主啊 这是你的祭坛 这是你所为我们所建议的属你的祭坛 我们来到你面前说我们祷告 我们相信你在这当中 对我们说话 说我爱你 我多么的珍惜你 我早就要吸引你 我早就呼召你了 我早就要你出来了 我早就要你全家了 我早就要你的 你的妻子 我要你的家人 我要你的儿女 为什么你在这个朗路呢 为什么你在告诉他们说 好 借故自己就好 主啊 求主在这当中赦免我们 让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 我们有一个意念 我要带我全小组 我要带我全家 我带我家族 更加的来到教会的爱住 在这教会里面 跟神明的荣耀做连结 我们愿意在这条道路走出一个异象的道路 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早就在这条道路的时候 这世界有各种方法 荣耀跟各种 权力意外来吸引我们 但是我们今天才知道 很可怕的事情 就发生在 每一次的结果 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已经不在柔软了 但是我们今天破碎这些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原来柔软 是那么的令人喜悦 原来柔软的生命 是那么的合神心意 因为柔软生命 是那么的容易看见神 原来柔软的生命 是那么容易 看见神的道路 今天我们在祢面前 求主保守 我们不再害怕 有神同在 一点也看不到我们自己的荣耀 但是我们才看得见神荣耀 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 主啊 我们羡慕耶稣要看见 烟耳法 最多的颜算 所以祝我们 希望我们相信 与建议战斗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佛祖的名来宣告祢的名 在我们大宗 完全得胜 完全完全 完全得胜 没有任何的一个空隙 留给魔鬼 没有任何的一个骄傲 留给自己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祢面得到这生命的释放 用喜乐心来迎接这一切 献上感恩 献上我们在祢面 祢的赞美 我们还要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赐责魔鬼撒但一切作为 主啊 在我们生命的内内外外 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爱 还有我们的家人 还有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周遭 我们的团结 全部所诉说的 全部都是正面的话 所诉说的都是喜悦的话 没有任何的论断跟批评 让我们在祢面先搜走的道路 就是爱主祢的善 善地 祢主求祢帮助我们 谢谢 谢谢教皇 让我们在神秘里面得到医治 得到医治 祢主英文得医治的时候 包括我们家 都得医治 我们土地也得医治 现在感恩 祢主耶稣基督 阿们 祢主耶稣基督 他在帮助我 祢主祢是 祢主祢是 财主祢 财主的财主